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輪賽事 今天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對賽雙方為正方宣導會陳瑞之紀念中學 以及反方馬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首先介紹雙方辯園 正方主辯蘇爾德同學 第一副辯關諾堯同學 第二副辯曾希文同學 結辯任冠儀同學 反方主辯黃曉瑩同學 第一副辯郭偏偏同學 第二副辯鄭詩詠同學 結辯張欣欣同學 而我們也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天主教國德性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文翠彤小姐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落中學辯論隊老師 彭偉興老師 本場比賽分主辯 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結辯一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我會用人聲丁 而時間會有兩丁提示 超時15秒會有三丁提示 將會扣分 而明白到網絡有遲緩 甚至聽不清楚鐘聲的情況 所以每一次丁的時候 都會用手勢1、2、3去提示 所以辯論是有責任去留意螢幕 亦都不應該嘗試用盡15秒的緩衝時間 而詳細的賽規 已經發佈給這麼多參賽的學校 想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片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是 丁 主席、評判、鏡頭示意的各位大家好 根據全球電話調查報告 有近一半香港案家 有每天有網上畫手機遊戲的習慣 而這類網絡遊戲 不當不少都包含抽獎 不過近年來 日本、台灣、南韓和中內地等地方 都被揭發遊戲商聲稱的抽獎 概率於實際的不符 有些甚至沒有公開這些機率 所以上述地區都陸續非行轉彈化 近日 一名台灣遊戲主播 經過親身測試後 發現真實中獎機率 被遊戲商公佈的相差4倍 因此 轉彈化的問題 開始成為玩家的焦點 香港有超過100間遊戲創作公司 即使本港的遊戲市場規模 與外國相比沒有這麼大 但是外國出現問題的遊戲 其實全部都可以在香港網絡玩到 每位香港玩家都是潛在的被害者 因此我們要居安私危 跟上國際的步伐推行轉彈化 我方所指的轉彈法 發例有三點 第一,所有可以在香港遊玩的遊戲 必須公開抽獎機率 第二,任何提供假數據或假機率的遊戲商 將被罰款 他們騙了玩家多少錢 就要賠多少 不配合的會在香港網絡內下架 第三,遊戲商不能在任何不合理的情況下 調低遊戲抽獎機率 立法之後,玩家只要發現有遊戲沒有公佈機率 又或者對其準角度有質疑 就可以向海關投訴,由海關跟進調查 我方認為今天辯題理應成立 原因有三 首先,現時為止 香港並沒有規管虛擬遊戲抽獎的法例 根據早前市委會選取調查的十一款手機遊戲中 發現近四成遊戲沒有公佈中獎機率 原因就是現時根本沒有法例 要求遊戲商公開中獎機率 公開與否都是由遊戲商家自行決定 甚至會有商家利用抽獎不同名的特性 設計不同的抽獎展現方式誤導消費者 舉個例子 利用揭牌的形式 每次被十張牌玩家抽取 誤導他們以為有十分一的機率中大獎 因此,香港必須引入公開抽獎概率的法例 其次,確保遊戲公平性 目前在遊戲世界的情況是 遊戲商和玩家的資訊不對等 遊戲商不公開中獎機率 又可以有各種途徑欺詐玩家 卻免受法律規管 在現實世界,消費者有商品生命條例保障 遊戲世界它一點都不安全沒有保障 普通玩家很難知道自己的中獎機率 有沒有暗地裏被商家調整 除非好像一開始這樣說的 遊戲主播一樣實實在在地計算 但是一般來說 有多少玩家會這樣做呢? 是不是他們就不用保障呢? 是不是他們想爭取自己的權力都投訴無門呢? 站在公平交易的角度而言 玩家和遊戲商的地位相當不對等 有市民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 就應該設立相關的轉蛋法保障玩家 停止他們被欺騙他們不自知的情況 再且,確保遊戲健康發展 其實將機率公開並不是一件有閉處的事 其實遊戲公司一定會為每個抽獎設立這些機率 我們只是要求遊戲商公佈這些隱藏資料 可見將機率透明化並不難 加上,轉蛋法可以令每個玩家清晰知道自己的中獎機率 反而可以確保遊戲商不會黑商在業賺錢 而是從其他方面入手優化玩家體現 促進遊戲健康發展 最後,請問有科同學 今時今日網絡遊戲日趨流行 現在遊戲玩家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 港府是否應該繼續置之不利 什麼都不做呢?謝謝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解除正因並去鏡頭示意 不好意思,可以 不好意思,我聽到那邊的BREAK OUT ROOM有些聲音嗎? 介不介意? 是 謝謝 謝謝 好 是不是準備好? 我想問你們現在還聽不聽到那個BREAK OUT ROOM的聲音嗎? 是,聽不到聲音了,謝謝 好,謝謝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聽完由方的開辯 由方對於引入的定義是重新引入一條轉蛋法 清楚地界定轉蛋是屬於商品的一類 其實我們看回現在所有的遊戲公司要在香港交易所招育的話 都要寫一份招股章程 以至控股有限公司的招股章程為例 那裡清楚寫明了我們銷售我們遊戲分銷平台 的代替遊戲內虛擬道具及遊戲貨幣要換價 因此我們需遵守商品說明條例的相關規定 所以轉蛋本來已經受商品說明條例涵蓋 並不存在引入一個新元素的這個說法 而我們可以將轉蛋的爭議分為兩類 第一類,很多手機遊戲寶箱沒有公佈遊戲物件的掉落機率 令消或者難以判斷的寶箱值不值得買 第二類遊戲寶箱含有賭博券數 讓人覺得操作遊戲寶箱的時候想得到想要的物品 很大程度不是依賴技巧而是靠運氣 涉及猜測或估計未來事件的結果 據原理跟現在被歸類為賭博的商業抽獎老虎基一樣 既然是這樣,有些聲音就說 他應該跟其他賭博行為一樣,受到監管 而我方之所以反對變題是因為針對以上爭議 我方認為現行的兩條法例都可以分別解決得到 第一,手機遊戲公司沒有公佈寶箱裏面 物件的掉落機率就可以用商品說明條例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除因為上年6月16日在立法會質商的時候說過 區議收獎同樣受到商品說明條例規管 條例禁止商家在營商過程中提供 誤導性或不完整的貨品資料 甚至是虛假陳述 如果大家覺得掉落機率對於消費者判斷值不值得買 那個遊戲補箱是重要的話 其實應該做的是引用商品說明條例 要求他們表示道具的掉落機率 今天遊方說要放學台灣 但其實台灣也是一樣 他們都說沒有立新法的需要 只是需要修改線上遊戲定連法 構約經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第六項 要求遊戲商揭露機會營商品的機率 而如果有方是擔心遊戲廣告的機率不實的話 現有的公平交易法已經可以處理 它就好像是香港的商品說明條例一樣 第二,遊戲補箱含有賭博元素 就可以用賭博條例 隨英偉在同一個立法會質詢的時候 也都提到 電子遊戲的區議收獎可能會構成博彩 而網上博彩活動同樣受到賭博條例的 第148章規管 其他國家的做法其實都大同小異 當國家定義了遊戲補箱為賭博之後 就好像荷蘭和比利時一樣 當他們當地的法院判斷了 虛擬補箱抽獎含有賭博元素 他們各自都會用當地的博彩法監管 當相關的遊戲公司是無限經營賭博處理 而不是立一條轉彈法 就算有些國家,例如新加坡和英國 覺得現行條例行蓋不到電子遊戲裏面的賭博 他們都可以選擇擴大賭博條例的行蓋範圍 至虛擬世界 確保監管機制可以跟得上 新月宜的博彩產品和行業運作 包括規管遊戲保身等的產品 所以,仲觀世界 大家要麼就會沿途現有法律 要麼就會透過理性 或者收過現有法律去規管轉彈 並不會刻意針對轉彈去立一條新的法例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 現在的行為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但香港都只有一條賭博條例 按照某件商品有問題 就令立一條法的邏輯 是否又要專門立一條 專門就著蔡馬立一條蔡馬法 立一條蔡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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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會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然後1分鐘的時間去回答 下時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夠鐘就會有兩丁提示 之後就會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由正方主便回答 亦請評判留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鏡頭前夕,各位大家好 請問右方同學 你們成不承認修改現有的法例 其實已經等於引入了轉蛋法 好,謝謝 現在進入1分鐘的準備時間 才行 並且對待發言 我們好,謝謝 賤決定 回答 我們請問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反方主遍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思義 首先謝謝有方的問題,我方是不承認隱入的定義是代表要立一條法 或者修改了就等於隱入,而有方同學今天都不是說修改一條法例 而是說引入一條轉彈法 再者,今天根本就不需要修改任何法例 因為現行的商品說明條例就已經可以行距得到轉彈 所以根本就沒有引入是否修改,或者是否立法的這個說法 謝謝各位 現在有請反方的辯元可以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元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請便宜留意發言的時候 儘量在另一個設備的聲音都會小一點,或者是靜音 如果準備好的話,可以向鏡頭思義 是否現在到反方? 反方? 是 是,反方轉變 好 可以 是 是 請問一下,有方同學 現在賭博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但香港只有一條賭博條例的時候 我證明了一件新聞是另一條法例的邏輯 是否又要專門就著賽馬或一條賽馬法 就著撲克留一條撲克法 就著麻雜又留一條麻雜法呢?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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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主便回答,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首先,多謝有芬和我提問 但其實賭博條例是用來根本非法賭博 而虛擬彈絕對不是非法賭博的一種 因為賭博條例中的合法賭博是有申請競賽牌照 而虛擬彈是沒有申請的,也不需要申請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賭博 遊戲中的抽獎只不過是遊戲的附加活動 和打麻將,又或者賽馬,又或者其他的性質 根本就完全不同 其次,賭博活動有得有失,而轉彈絕對不會白白失去金錢 追悼的情況只是抽不中大轉彈,或者抽不到玩家想要的東西 絕對不會像賭博一樣會失去一些資產 多謝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辯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鏡頭示意 請問大家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主席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其實有方圖是不是不清楚今時今日遊戲玩家的情況 我們今天看到些什麼 在台灣甚至外國已經發現一些遊戲 是真的損害到玩家的利益 但有方圖今天只是想用原有的法例 甚至在說不通的情況下 將所謂轉彈法包括在原有法例裡面 就打算敷衍了事 假裝在做事 但不要緊 我慢慢跟你解釋 不過其實今天提出了什麼 商品說明條例和賭博條例 是可以解決到所謂我們所提出的轉彈法 但事實是這樣 我們看到商品說明條例 監管的是雙方的買賣 假如我今天在遊戲上面 給錢買了一個稀有的皮膚 而我收到一個普通的皮膚 這個情況我就可以用商品說明條例去尋求幫助 因為商品貨不對反的問題 而抽獎是不屬於商品說明條例的監管之外 因為抽獎是不會出現所謂的貨不對等 只論你好不幸運,抽不抽到這個原因 不同有方圖會因為自己抽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就去商品說明條例那裡投訴嗎? 請有方圖正面回答 根本就是兩個性質的問題 所以根本無法保障到香港玩家 在抽獎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所以是需要有辦法去特別監管 其次有方圖還提出了 一些有賭博性質的遊戲 是可以用賭博條例的 首先有方圖從一開始已經理解錯誤 有方圖這樣說 那些沒有賭博元素的遊戲怎麼辦呢? 是不是不理會它呢? 還是由它們繼續蕭療法外這樣呢? 同時有方圖這樣說 假設全部手遊都是非法賭博 有方圖所說的那些手遊 可能是合法的那些開心得一番 是不會有任何賭博成份的 我們今天事實看到的是 賭博條例是用來監管非法賭博的 而虛擬轉彈也絕對不是非法賭博的之一 除非現時的所有手遊都是賭博遊戲 在虛擬賭場 賭博條例才可以實行到 才可以監管到所有的情況 以前玩家玩手遊 不是全部都以針金白銀去抽 有時候是以遊戲中 覺得遊戲硬斃 再去抽獎 抽那些道具 很明顯就不是現有法例 可以監管到的東西 其次 抽獎和賭博有所不同的位置 賭博活動是有得有失 而扭蛋 是不會白白失去金錢 除非一個情況 只是抽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或者抽不到那份大獎 一方說現在主件事先 說著賭博條例 說著賭博條例 處理不到甲這種情況 而我方在說的是 處理不到粵這種情況 而針對粵這種情況 我方就認為是有必要來納一條法例 要轉彈化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因為我方主編所說的跟進調查 是有三部 code 第一部海瓜專責部門 執責合遊戲玩家的投訴 進行研究 在一定證據的情況下 進行第二部 派海瓜暗中調查 親身體驗抽獎 可以嘗試去調查 可以跟遊戲室內的真實玩家對話 也可以自己課金去抽 這些情況 如果找到證據 就實行第三部 開通名列 要求他們提供證據資料 這樣還做不到事情嗎 謝謝各位 謝謝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1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另外 在BREAKOUT ROOM 那裏有一個 叫做Louis的帳戶 不好意思 在Waiting Room那裏 想問一下 是否正反雙方的台校 或者教練 是我們反方的教練 明白 謝謝 接下來到反方第一副變 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不好意思 這邊有點疾 想問一下其他辯元或者評判 聽不清楚 還是有點疾 明白 可不可以再試一下 我試一下轉一轉Wi-Fi 現在是可以的 可以試一下轉一轉Wi-Fi 好 謝謝你 可以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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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其實聽完雙方的主辯 我們會發覺雙方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 共識就是轉彈是有爭議的 而我們大家都認為 如果有遊戲公司 他不去公布轉彈抽中的機率 又或者公布一些錯誤的機率 的時候 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那麼 分期究竟在哪裏 分期就是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 或者需不需要去另立一條新的法例 特意為了規管轉彈這個單一商品 而其實我們從有方同學的主辯告 已經能夠得出一個不應該這樣做的結論 我們可以針對以下兩點去作出分析 第一是有方同學提出的方案 亦即是有方同學一副講到的三部曲 有方同學提出的三件事 分別就是 遊戲公司必須要公開他們抽獎的機率 第二就是 如果有任何虛假陳述的時候 就會罰款處理 第三就是 遊戲公司不能夠立亂去調低一些中獎的機會率 但其實我方對於有方的方案 是沒有任何質疑 只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方同學的方案 是完全包含在商品說明條例之下 有方同學提出的方案 基本上就是商品說明條例之下的兩個罪名 第一個叫誤導性遺漏 第二個叫虛假商品說明 這兩個條例 其實就已經包括了有方同學提出的方案 有方同學說要公開機率 如果有方同學覺得這個中獎機率是一個重要資訊 就已經包含在商品說明條例第13E條的誤導性遺漏 即是說如果有任何遊戲公司遺漏了中獎機率這個重要資訊 就即屬違法 而如果有方同學覺得去作出虛假陳述 明明中獎的百分率是10% 但我公佈了20% 這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就會落入虛假陳述這個罪名 所以有方同學並說不出在這個問題上 立一條新法去規管轉彈這個單一商品 利處的需要性在哪裏 第二是有方同學提出的質疑 有方同學就著賭博條例提出了一些質疑 就跟我們說原來賭博條例只是規管一些非法賭博 但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 我們今天看到賭博條例第9至12條是規管抽獎 抽獎的定義是任何一些對於未來事件的猜測 又或者是一些主要靠運氣的遊戲和活動 而其實我們會發覺轉彈已經正正落入了這個定義 換言之它是有賭博元素 當今天我們看到賭博條例不只是監管一些非法賭博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原來這些轉彈也是納入賭博條例 因此有方同學的質疑並不成 所以其實今天有方同學提出的方案 我方也非常認同 是我們需要執法去解決這些轉彈的問題 但這個做法不是另一條法例 例如今天我們會有盜竊罪 但我們不會有某一些商品的盜竊罪 我們只會一條法例涵蓋 就好像現在我們會有賭博條例 和商品說明條例去解決現有的問題 所以請阿芳和我下角辯委解釋一下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是一定要引入一條新的轉彈法才做到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辯法二時間為3分07秒 沒有超時 無需求分 然後是正方第二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問聽得清楚 是 主席聽得清楚 準備好 請向鏡頭 謝謝 謝謝有方同學 承認我方方案先 但有方同學的方案說 我們要把機率其實是商品說明條例 已經包含到 有方同學我想問 如果墨記 近來就出了一個 MIRROR就是抽姜桃的卡 我想問有方同學的機率是否有包括這個呢 我吃出奇蛋 我也是機率 有方同學是否也要包含呢 主席評判鏡頭前的各位 大家好 其實你們都半場了 不難發現我兩雙方的共通點 都認為香港網民受到遊戲商的不公對待 也都認為需要方案去幫助 但其實看回整場比賽 有方開始說立法不行 我們就可以修改或者加入法例 好 我們一起去有方同學 方案的看一看 其實有方同學已經是我幫一副主一議經論證 我商品說明條例 賭博條例和虛擬轉單完全沒有關係 不過有方同學選擇性失衷 聽不懂聽不懂 那願請今次有方同學認真聽一下 首先 有方同學忽略了時代 忽略了原則是同一性質 其實有方同學所說的修改商品說明條例 賭博條例就是把轉蛋法加入現有法例 即換個說法混淆試聽 沙文魚在河裡有 和你把沙文魚拿出來切製壽司 它豈不是是條魚 第二 忽略時代已經進步 既然有方都可以修改條例 那為什麼不明確地設立法例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先上遊戲是 新吹西我方一副已經概括過 面對新事物謠有新方法 與時並進 台灣先前有網絡連線有去服務定型化 契約英記載及不得記載私刊 但民眾都認為部分條文太夠不合時意 沒有辦法全面保障換家消費的權利 有方同學說台灣正正修改了這條法例 但回應有方同學 現在台灣網民極度不滿意 現在正修改法例 他們認為應該要立法全面去管制 而不是修改改 就說搞定完成 而今天有方居然以為改革法 相信大家都知道商品說明條例和多不條例的本質 是什麼? 商品說明條例的轉單法 不是屬於商品說明條例的規管之內 因為它所規管的是貨不對版 實物不符的問題 因為是商品不對版的問題 但抽象怎麼會有這類問題呢? 抽象本身就是不穩定性 沒有,100%就會抽中一種東西 還有商品條例規管是雙方現實買賣 而線上內購買的不單是虛擬貨品 還以抽獎的形成 有方同學又想怎樣界定呢? 而賭博條例 其實賭博條例 而正規賭博也需要競賽牌子 虛擬貨品沒有申請競賽牌子 有方同學問是否全香港的遊戲 現在都要非法營運呢? 假如今天我約賭博上桌下五位便宜 一起拿家和枕拍他們捉獎 這就違反了賭博條例 還有限聚令 況且虛擬抽獎的情況 都是自己抽不中的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收過法例以為可以完成試 但賭博已經冷靜過完全不行 真的不要以為改革法 真的可以牽涉大庭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 3分14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咪是咪想來接收請不親戚 主席聽得清楚 我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的錯誤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講 一有方對外國籬子有少少誤解 有方開篇的時候已經說 日本、台灣、內地、韓國等等的地方 都有轉彈法 我們逐個國家看看 日本有的是不當景品與不當表示防止法 即是屬於香港的商品說明條例 而且他們是由電路娛樂協會 和線上遊戲協會等等的協會 進行自主規制 所以他們並沒有轉彈法 這件事 而韓國是由他們的民主黨議員 劉東秀的做法 是修改遊戲產業促進 要求遊戲發行商披露所有類型可購買 都是披露轉彈的機率 而不是設立一條轉彈法 再者我們看台灣 台灣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他們是修改了線上遊戲定型法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第六項 要求遊戲商揭露商品的中獎機率 而且有方很注重的機率不實問題 都是他們的公平交易法 第21條第一項規定解決了 有方議庫的時候就說 台灣有很多網民對修例不滿 覺得不足夠涵規 但是又沒有說出哪裏的涵規 所以請有方如果要說他們不滿的話 要出來論證 再看回內地 內地他們的是反號新真主義事項 並不是為了轉彈這件事而設立 而且有其他條件 例如未成年人的帳號 不可以開創結婚系統等等 又或者不可以出教宗教迷信等等的機率 在這些遊戲中 所以有方所說的國家轉彈法 通通都不成立 而我們來看看有方今天的主線 首先有方一副流曲我們立場 他說我們不會因為抽不到大獎 而用商品說明條例投訴遊戲箱 但首先不要誣我方用貨不對版去規管轉彈 我方一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有方的三副曲是給商品說明條例的虛假商品說明 和誤導聲為留涵規 並不是有方口中的貨不對版 請有方聽清楚我方說話 而且有方一副的時候就說話 一定要在虛擬賭場 才可以用到賭博條例 但首先我們看荷蘭、比利時、美國、加州、加拿大、英國、 新加坡等等的國家 他們全部都認同轉彈是賭博的一種 而他們規定轉彈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將他們包括在他們不同的賭博條例和賭博法裡面 而且我們香港自己的前文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上年6月在立法會質詢自己說過 虛擬賭場是受賭博條例規管的 有方今天不要再在混淆視訊 一味道說轉彈不會有貨不對版這個問題出現 有方今天說的從來都不是貨不對版 而是商品說明條例的誤導性遺漏 以及虛假的商品說明可以有效 可以保障到有方主辯出來所說的那三樣問題 其實有方今天論定了轉彈性 則是兩個地方有問題 但我們都論證了香港法律現行已經覆蓋到 所以有方要論證現在有什麼問題 謝謝各位 反封第二座便發言時間為3分09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的發問 而發問時間、準備時間以及回答時間 各為一分鐘 限時到達前15秒都會有一丁提示 夠鐘就會有兩丁提示 那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正方聽不聽清楚 是,聽得清楚的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正 主持平安鏡頭前各位大家好 今天一方同學都認為部閣 Harrie抽獎重獎機率極低 但又不同意我方清楚表明紀律 公平、公正、公開的方案 先看過過往投訴 我們看到的就是各個部門互相推討 少衛會和文哲事務局局局勢一致 那麼一方是否打算 令玩家投入大量金錢 以下抽不出得中 這才免得著由於創新創新創業 暗改機率 但都只能跟十項玩家說一句 也不幸抽不中我的責任 再由於雙開全身而退 繼續賺錢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一定要選一份 例賺人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议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思议 想派出反方疑惑 可以 首先很感谢有方的问题 有方今天怀疑的是执行性的问题 就说用新闻说明条例会有黑相作业等等的情况发生 但如果当有方质疑的是 这条法例的执行的时候 有方现在就算立立一条新的法例 依然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有方的方案一样是交给香港海关处理的 所以根本上有方的质疑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自己的方案都会有这个问题 多谢各位 接着轮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电源发问 请问反方的台下是是否已经准备好 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令到镜头看到自己的样子 谢谢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 请用镜头示意 可以 叮 因为要立一条法的立法过程后会极度反复 免得 而且在不同的条文之间都会有机会出现前后不对的情况 根据有方同学的逻辑 所有商品有假就要去立一条 跟着那个商品立一条法 那为什么政府现在只有商品说明条例 而不是见到有假鲑鱼就立一条假鲑鱼法 有假口罩就立一条假口罩法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1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用镜头示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问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席评判在座角 其实有方台由一开始弄错了 商品和最后一件货品和抽奖是两件事 商品是直接买那件事 而抽奖是用一些金钱等等的东西去抽一件事 而不是直接去买那件事 所以是用了有方台所说的那些法例 我反映已经强调了很多次 但有方台当然听的 其次有方台就说 其实我们立一条新例是很免费的 有很多很麻烦的事要做 但有方台请举出有什么案是不免费的 就算其实杀人案、黑客、诈骗案、非礼案 全部都需要抽屉剝架 从蛛丝马迟一步一步推理 才可以找到真相 有方台是否真的觉得 所有东西都不值得查呢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第二条桌下发问 是,政方听不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镜头C2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刚才有方同学 原来一直都没听清楚我方说话 就在和我们强调 商品说明条例中的误导性位置 一直都可以解决到 所有我们虚拟抽奖的问题 但我方已经多次论证 虚拟抽奖并不属于交易又或者博彩 因此是不会受到博条例和商品说明条例规管 最后再问有方同学一次 究竟分不分得清楚买卖和抽奖呢 谢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感谢观看 ufen同学 记得 变成中 몰�失利 于 当我们之高 有 agreeing 注意 有 不要 把 这 看到 以及 优众 那么 Object 留心 我们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反方派出一副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轉眼鏡頭 可以 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有方同學問我們分不分得清買賣和抽獎 我方分得清 現在是有方同學覺得因為他們不肯承認 原來轉彈是商品的一種 但今天我們先看看現況 這個例子我方主便已經講過 不好意思重覆多次 但有方同學實在沒有聽入耳 今天我們講的是 原來每一間遊戲公司要上市 都需要簽一份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寫的是 我們銷售我們遊戲分銷平台的代幣 遊戲內虛擬道具 以及遊戲貨幣於玩家 因此我們必須要遵守 商品說明條例的相關規定 有方同學不要再混淆 和我們說商品說明條例和博彩條例 是和虛擬道具完全無關 因為現在原來是有關係 我們看到這個招股章程正正在說這件事 有方同學不要再混淆視聽了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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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聽得清楚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就說 網上 虛擬等等這些 都不可以立入一個商品說明條例 但今天我方主編也有說過 前民政事務局徐英偉都說了 虛擬課本是虛擬抽獲 可以立入這個商品說明條例的 所以扣立了這件事之後 所以看看有方同學剩下什麼 有方同學一副和二副很強調的 就是說 雙品說明條例用的準則 一個定義 就是要課筆對版才可用 所以有方同學 如果今天他公佈的機率 和他抽獲的機率不一樣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屬於課筆對版 我方一副都有說 是屬於誤導性為留十三一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有方同學給的定義是課筆對版 如果現在就是課筆對版的話 是否就是可以涵蓋到呢?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Virginia broad點機器 非常安全 謝謝孙子 謝謝你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電源作答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問聽得清楚嗎? 有一點點回音 哦,是 請問現在再聽得清楚嗎? 現在沒問題了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C2 可以 叮 謝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有方同學一來就跟我們說 徐英偉也說過商品說明條例包含 為什麼我們今天不包含 有方同學請認真想想 是否徐英偉說什麼 你就覺得什麼都對 首先公佈機率 有方同學說的是買到商品說明條例名副 其實就是買到一個真實的貨品 而今天我們所說的是鄉而抽獎 抽獎有方同學是沒有必定性 是沒有100巴仙抽到的 就是我今天買了原子 不過它是沒有物的 那我就可以用商品說明條例告它 因為它是一個真實的貨品 我今天抽獎 我是沒有100巴仙去證明 我不會抽不到 我就用商品說明條例去告它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況且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所說的話 什麼抽獎的沒有紀律 其實就已經是等於 商品說明條例已經含蓋到 但是有方同學也沒有想過 其實商品說明條例說的貨品對比 不是說抽獎 是說你購買虛擬貨幣 是虛擬貨幣 你買錯了 可能我今天給了100元 去買30個虛擬貨幣 但是他只給了25個 我就可以用商品說明條例去告它 現在進入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找到這個結論 合作人家 有期待 我會想給你 我們坊子 謝謝 謝謝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先由反方傑變發言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總結全場今天雙方的分歧 不難發現今天右方一直在質疑 究竟轉彈不是一個商品 又在質疑說轉彈不涵蓋在商品說明條裡面 和別人都不包含在賭博條裡面 其實只要問多一條問題 我方全場都在問 跟現在現時的誤導性違落 跟虛假商品說明有什麼分別 有方全場都只是選擇避而不得 有方全場都說我們 我方今天全場都給不同的證據去證明 原來現時轉彈已經包含在條例裡面 我們舉個徐英偉的例子 講過說在招股章程裡面 已經提及過原來遊戲公司 因為在銷售一些分招平台的代幣 而且在賣一些虛擬道具和貨幣給玩家 所以他們是需要去遵守商品說明條例 相反今天有方全場都在不聽我方舉的例子 還要說我方是失衷 然後還要跟我們說 根本就不是 但他們完全沒有聽我方的例子 今天我方正在用例子去證明 但有方只是不斷不斷 沒有用任何例子去證明自己的論點 原來發現今天有方要解決的問題 是全場都一直不斷地轉的 因為有方主編一開始出來 就跟我們說他希望解決的問題 是希望遊戲公司會公佈遊戲機率 等到後場就不斷轉 其實要解決他的問題 其實是覺得因為現在的玩家抽到的商品 未必是抽到自己想要的那個獎品 所以他們就希望由轉彈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顯然柳光今天全場是不斷地轉了立場 而且也不難發現今天有方的手段和目的 根本就不相符 有方到台下的時候就突然間彈出來一句話 因為現在是會有黑箱作業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的海關或者是這些公司 根本是會包庇這些機率不實的問題 包庇這些機率不實的問題 然而今天有方從來都沒有說到 設立了轉彈法 為什麼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看到今天設立了轉彈法 其實是完全無作解決這些問題 而相反我們看到其實我們用 現有的商品說明條和博條 他要求海關去解決要求海關去執法的時候 有方今天所有的擔憂其實已經可以完全解決到的時候 有方從來都說不到的 轉彈法的必要在哪裡 來到這裡其實我方全場都只有兩個成績想帶給大家 一來就是我們從來都不會特地就著一件商品去立法 我們會覺得相同性質的東西可以放在一起規管 第二是當一條條例做的東西是跟現有的法例重疊 包括在商品說明條例和賭博條例重疊的時候 大費周章立了一條新法不會是我們的選擇 因此可以得出不需要轉彈法的這個結論 或者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到其實使用上不同的商品 例如現在經常都很出現爭議的口罩 快速測試包裝 快速檢測裝備等等 我們看到其實這些很多時候都會被人質疑 說機率根本就不准 但在市面上都不會突然出現一條口罩法 或者出現一條快速檢測套裝的法例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就用一條法例 就特地去立一條法 但相反我們會用商品說明條例去監管 如果大家發現市面上有些不適合機率的 商品的時候 我們會做的就是要跟海關舉報 我們就可以跟海關去執法 去檢測那些裝備 是不是有我們所擔心的問題出現 而這件事根本就不需要再一條新的法例 有方一直在混淆事情 就跟我們說 其實呢 很多我們買不到我們自己想要的那個商品 所以我們就 但是問題呢 我們那個又沒辦法拿到一個實質的商品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轉彈法去監管 但這件事我們見到其實根本可以用賭博 和商品說明條例的時候根本就沒辦法的必要 感謝各位 反方結變發言時間為4分07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結變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用鏡頭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鏡頭前的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兩雙方的出發點 都是為香港手遊發展著想 但我方就比有方考慮得更加全面 同時兼顧到不同方 作為最後一位辯源 就讓我在這裡為大家分析 今天比賽的發展情況 首先今天有方全場在跟我們爭定 而足自失 在這裡斟酌於要立法 還是要做這個附加的條例 如果今天有方這樣的話 那我們也嚴格一點吧 我們今天的題目 引入轉彈法這五個字 意思就是將轉彈法的條例在香港實行 所以無論是 所以無論是將轉彈設立了新法例 還是退一萬步說 好像有方同學說的 加入現有法例 其實都已經包含了 我方主編提出的三點 就已經是引入了轉彈法 事實上其實現在不少遊戲商 都不會列明抽獎機率 例如遊戲公司 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針對不同能力的消費者 的玩家 然後將他們的遊戲帳戶 沒有中獎機率調低 對遊戲商來說 這一切都可以做到即時調整 是順手捏來的 如果沒有轉彈法 我們又怎麼會知道 自己是否其中一個被害者呢 就算知道了 沒有法律的保障 香港市民又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 由方今天 沒想到由方今天到最後 都依然將我們的解釋 事若無睹 不要緊 我在這裡和你們最精簡地說 最後一次 為什麼現有的法例 沒有辦法實行 首先我方一副已經說了 相不說明條例 其實規管是普遍的實體買賣 和抽獎的定義大相競提 想問有方同學 買和抽獎是一樣的嗎 我們為什麼一直在說 貨不對版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正在解釋給你們聽 賭博條例監管 賭博是玩家投入真金白 之後會有機會失去全部的錢 或者贏得更多的金錢 而在遊戲裡的轉彈 無論如何都會落得商品 兩者的性質根本不一樣 不可以混為一淡 其實現在有公佈的遊戲 現在有公佈機率的遊戲 就是因為他們受到外國的法例規管 有方同學如果今天我們的法例 已經包含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遊戲 沒有公佈機率 所以我們今天才說要立轉彈法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都很飄乎 前場在說現有的法例已經足夠 後場又堅持說要修改現有法例 首先我們也感謝有方同學認同我們的轉彈法 確實需要受到規管 但是有方堅持今天把我們今天的轉彈法 拆散融入現有的法例 其實按照有方的邏輯 我們全國都不需要立新法 我們所有問題都加入去舊法就可以了 有方同學我們怎麼可以把新趨勢和舊法給呢 其次我們這樣做的程序有多大呢 為什麼我們不是清晰明確地為這個網絡遊戲的新趨勢 設立新法例而要含含糊糊糊 再者就算我們真的把轉彈法加入其他法例 其實都已經是引入了轉彈法 正如學校打算引入汽水 我們無論是引入一部汽水機 還是在原油的小食部賣汽水 其實都是引入了 所以有方同學 其實你們從頭到尾都已經承認了我方的轉彈法 有方同學今天不斷說 現在的商品說明條 和賭博條 什麼都包含到 請問有方同學 現在如果真的包含到的話 為什麼現在還會有這麼多遊戲 都未公佈機率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兩條條例 是不足以規管現有的問題 他們兩個條例 現在都是說得不清不楚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清清楚楚地 為這個新趨勢 設立一條新的法例 說到最後 手機遊戲其實已經是21世紀 一個全球性的消閒娛樂活動 所以轉彈衍生的問題 就像氣候問題一樣 需要大家攜手去解決 我們明白新事物新法例是會有修訂空間 但如果試試講求完美才去做 只會令更多問題出現 轉彈法無論如何 都會成為玩家有力的控告標準 今天踏出立法的第一步 開始要保障香港的手遊玩家 為什麼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應該去做的事呢 多謝 政方結辯法言時間為3分52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在評判整理評語的時候 之後我們就會邀請評判給一些評語 而我們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 每一位評判請先選出3位 表現較佳的辯論員 再分別去比分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剩下的那位就是10分 現在 感谢观看 看见评判的分数都整理得七七八八 我们现在先请评判给一些评语 我们先请天主教觉德性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文翠和小姐 为双方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听不听清楚 简单说一下 证判那条线其实都很正聋 一定会出的东西 但是当反方说现行条例 可以去概括这个设断法的时候 我觉得双方的论证位是有点不足的 双方反方开了这条线之后 就是论证现行的法例如何有效 所以其实他去到一副都有补充现在的条例细节是怎样的 但是正方我听到到最后结面才追回可行性的问题 就是这个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的问题 就是去到结面你才跟我说其实如果现在这么有效 就不会这么多游戏商不公布这件事呢 我是觉得太迟出了 就是攻击是有效但是太迟出 所以令到你们输了差不多半场的时间 而正方其实当人们这样开的时候呢 其实有三样东西我觉得重点要讨论的 第一就是引入的定义 那这个都是去到结面我才听清楚你们去追的 就是究竟今天引入转弹法 是不是真的要一条外国的法例 然后原条条文引入下来 然后还要立新例呢 还是其实我们这个引入呢 其实只是讲回外国有相关的法例 我们引入相关的概念过来 就已经是引入呢 那这个东西呢 政方又没有很特别地去说 所以反方当他说 如果你是修例的话就已经是引入呢 其实就很容易被反方就这样过了 所以政方在这个位置也是输涉了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讲引入的定义 第一点要补充 第二点就是政方其实都要去争择 现在的法例究竟行不行 那这个东西刚刚说了 就是我去到结面的时候才听到 你们讲现在的法例做不到 或者其实你们在一二半都有尝试去讲的 就是说现在的法例其实是规估不到商品 或者规估不到它不是赌博性质 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解释得不清楚 当人家有真是一条条例 然后真是一个招育章情去讲的时候 那其实你的反方就变得很 没有资料支持 而第三我觉得政方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你们的角度眼中要立一条新的法例呢 就是当人家如果讲修例就可以的时候 那你们其实都要讲回立新例的需要性嘛 那我就觉得这一点呢 这三点都是政方没有足够论证的 那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你们的第一条条例是有点失败了的 就是虽然你们说 就是虽然散方如果是讲修例 其实用了你们很多理署了 那但是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理署 是真的立一条新的法例才可以做到 那然后你们的第一条条例是有的呢 那然后我在一二半其实听不到 你们所有理署啊论件的论证 那我觉得是有点失败了的 那然后呢去到正义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那些论述很重复啊 就是其实都是你一部去反驳的时候 讲过的东西 那所以我略然听不到新的推进啊 那然后还有二部的语速呢 都是相当之快 我不是听得很清楚的 那至于反方呢 反义的时候呢 我听到有一个位置是有点疑惑的 就是你说呢其实外国的转弹法 都不是设立一条新的法例 都是现有的法例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有点稍微变体 就是当如果外国你觉得都没有转弹法这个东西 那然后你要求人家引入一条法例呢 是要引入外国的一条新的那条文呢 那我觉得 那你眼中究竟有没有引入这回事呢 就是如果现在没有 然后你要对面去引入这个没有的东西呢 我觉得是有点稍微变体的 但是因为呢 政方都没有去就着这个位置针着 还有你都是反而才出这个论调 那所以又是给你们过了 那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位置是有点奇怪的 是的 那然后呢台下上呢 我听到有一个位置呢 都是反方答得挺好的 我自己觉得 就是当政方说现在的法例是互相推堂 那然后反方就说 其实你的方案都是海关组嘛 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位置 为什么去到台下才出呢 其实你就是针着跟别人的方案嘛 就是如果别人今天订立新法例 都在互相海关组 都是跟现在的方案一样 那其实他所订立的新法例呢 是没有需要性的 又或者是他的效应是很低的嘛 那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是觉得是 反一或者可能反二的时候要出啦 那我觉得都是太辞出的 是的 那所以整体来说我自己觉得 双方的主线推进上呢都是比较薄弱的 就是我去到义父呢 其实我听到的资料啊 或者听到的推论呢 都是跟一副主电很相弱的 那但是因为 其实我自己觉得反方的主线操作上呢 是有点点难推进的 就是你始终都是说现行法 已经做到嘛 那所以我又理解 还有我也有听到反方有新资料的 但是政方可能有很多位都是太辞出 那然后去到很后才能回应到 那如果可以把这些位置是推前一点 我想那个战线或者那个交锋位 会早点出现 还有好看一点 那我就大概就够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评判的评语 接着下来有请基督教圣约教会 兼乐中学辩论队老师彭伟卿老师 听听到吗 清楚 首先都多谢双方 提供了一场都挺精彩的变同比赛给我们 那我想最主要其实政法的双方 今天的交锋位最主要有两个 第一样东西就是究竟这个转弹法 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法例 就是真的叫做转弹法这个名字 还是其实你可以是这个法例本身的双方说明条例里面 可能特别定名 然后另外一边又特别 就是有赌博条例里面又抽一些法例里面 去限制着转弹这个活动呢 其实我想正方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估计他们一开始不是这样的立场 就是因为他问一些问题 其实我自己认识到其实是不需要有一套新的法例 但是打打一下就好像打到因为对方的立场 反方的立场是觉得转弹法是一个新完整的法例 所以你们就将那个立场就好像转变了那样 所以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 但是特别留意这条辩题里面的转弹法有一个引号 这个引号其实你可以加以利用 然后去说其实本质上只要我是在目标 去探索这个转弹的问题 就已经可以了 我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另立一个新的法例 而法例的名字就真的叫做转弹 就是不会这么怎么说好呢 那么奇怪的嘛 所以这个位置 我觉得正方其实你可以坚持着你自己一开始想的想法是这样的 当然我猜你是这样想的 第二个也是整场辩论比赛里面最重要的交锋位就是 那究竟就是 现在现行的商品说明条例 究竟是不是能够处理得到转弹呢 虚拟转弹这件事呢 正方由头到尾都是说是不行的 这样 说不行不要紧要 那就是 他处理不了 所以要另立法例 但是他理据是什么呢 他理据永远就是说 因为抽奖 因为抽奖 抽奖不会说是火不对板的 因为你抽奖抽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这个说法呢 其实我觉得很有 很有反应的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 我现在不是说我抽不到奖書 我发肥气 然后我去投诉 我去告人 而是我在说 他骗我 他说的几率有这个 这个 但原来他没有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商品说明条里面 我相信其实应该是包含的 而我真的不懂法例的 确实 确实我真的没有研究过 究竟法例的内容是怎么样 但是我就会觉得 在反方的资料 运用上面 他运用了这个 上市的招股书 利用了法例里面的 具体的内容 然后尝试说服平观 应该相信他那一套 所以我就会觉得 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现在也不敢确定 反方是否真的对 但是我就会觉得 在资料上面 他提供的说服力是强一点 以至到 正方如果由头到尾都只用这个 这样的 说法 因为你由主辩 到台下辩 都只用这个说法 不是我抽不到奖 然后我就可以投诉 这个说法就太过 太过理论层面 太过一个逻辑层面 似乎就不是有很多的证据 去支持得到 所以这个位置 我想都是整场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这两个位置 都是重要的 至于我想 如果我真的要给正方 一个很 改善的一些方法的时候 我会这样想 就是今天 今天的反方 他在说的 都是在说现行的条例里面 是处理得到 但是 正方 其实你们自己主辩也有提到 消委会 可能是 可能是 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如果现行的法例 真的处理得到 那为什么 消委会还要这样研究 然后还说 要有修例的必要呢 这个是你可以 可以运用到你的资料 去反驳 或者去支持你的论述 就是 其实现行的法例 是处理不了的 然后我也同意 评判 上海评判的说 就是 就算你觉得 现在的法例 就是相反说明条例 他们真的处理得到 但是 他处理得好 不好 也是另一回事 可能是因为法例上 有一些漏洞 以至到他处理得不好 就是没有成效 所以你就可以去说 就是 现行的情况 就是 是的 你有这条例 但是原来很多人都投诉 原来还是有 转弹 那个不公平的情况 仍然存在 那是不是真的反映 现行的法例 是不足够 是有漏洞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另立法例呢 这个就是你 政方 可以去做一个方向 以至到 不会整场都觉得 好像反方禁止来打 那小小的意见就是这里 有 谢谢 感谢评判的评语 还有请 补陆绿课院中文辩论队 负责老师 侯耀雄老师 大家好 今天 双方的比赛是很激烈的 但是激烈呢 我觉得的地方 是因为大家都很尝试去游说评判 究竟哪方面是更加可信 但是似乎那些位置 也认同刚才两位评判所说 是一些地方是有些略为可惜的地方 这些是大家的八位同学 包括台下同学都可以再加以改善 我的看法是怎样呢 其实有些是重复一些地方 我觉得是一些疑问 希望大家想一想 准备过程中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想一想 因为本身我自己 我本身都没有很详细去跟 我本身的学校的学生 有教练去跟 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 就是在今天正方和反方所用的资料上 在主变开了之后 可能很多地方 我觉得有些地方 可能需要再多些补充 例如正方同学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 一些相关的游戏 正方的同学 有没有尝试去 讲讲那些游戏 是怎样操作 令到他们有些地方 是欺骗的消费者 因为用消费会那里 那里写一只游戏的调查 有四成 即是那里面有哪些游戏 可以讲清楚 究竟有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 我觉得正方可以再做多一点 会是 在这个资料的 我想用资料的运用上 会是 反方同学的例子 我觉得 我欣赏反方同学 尝试去罗列了外国的做法 会是 我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好像刚才第一位评判 文小姐所说 如果你说外国的全部都是修例 不是针对那个法例 那你的定义就是 要立一条新的独立的法例 本身这件事 又是否合理 会是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有奇怪 会是 但问题就是 很多反方的陈述上面 政方没有尝试去跳入 去对方的逻辑上面 是去质疑的 有的地方 就是做于可能 卡住在的地方 就是可能是 伤证明条例 或者是在赌博条例 用了一些陈述的 但是我觉得 在说法上面 就好像不断 都是重复一些 一些内境的说法 会是 但是我觉得反方同学 其实 你问我大概知道 这条辩题的地方 就是反方 会用前局长徐英伟所说的 一次立法会 回答刘叶强议员的质讯 会是那份 但问题是 那份料里面 其实没有详细讲到 怎样做 所以其实这条辩题 正反双方 我相信 我自己上次想过一下 和学生说 就是 怎样去解释 现在的现况去清楚 会是 因为其实 萧委会说 是不公开 那不公开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公开的话 那刚才 范安方也都说过的 誤导性遗留 那 怎样去解决这个 会是 那这个就是 照正反双方的同学 如何去演绎 现在的现况 这个现况 是否真的有一个地方 是需要去改善 我会是 但可能今天 我自己觉得 正方在这个位置 就差一些地方 是 差一些地方 再解释多些 那这条辩题 本身 就是我自己学生 打正方 我都提供这个问题 因为本身辩题 其实是很完善的方向上面 那我也是正方 我想都appreciate 成同学 他有尝试去 想一想他们的方向 如何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欣赏的地方 但是 去到后面 我觉得始终是 他一二副 或者劫业同学 有些位置 其实可以早点出 但是劫业同学 可能提出了 现况 怎样好呢 或者其实台下的 第一条台下的法文 都是想说一些 各执一次部位 我都想 我都觉得 我自己理解 台下想提醒台上同学 台下同学 想提醒台上同学 其实有些位置 是应该可以拿来用的 会计 当然我觉得 是太迟了一些地方 会计 因为始终是现况的地方 如果是有的话 我觉得是 需要可能尽早在正方一副的时候 已经提出了 现在现况 有些什么地方 是执法不了 所以反方所说的是 不成立 因为其实反方 我都相信它是困难的地方 就是在于 前局长是没有很详细的解释 怎样运作 都会是 OK 所以我就有些事情 我就想一些 我有些问题 实际上我想提出 双方同学 就是我想提出 我自己在看些材料的时候 或者我理解的时候 可能这些地方 可以大家和他想一想 会是 第一样东西 就是 我觉得最关键是 我也之前看过 前局长的发现 他里面正在针对的 就是你购买虚拟代币的时候 可能涉及博彩成分 或者是一些货金问题 我就想问一件事 若然如果想一想 如果 即你不用回答我问题 就是我说 如果提出 你本身如果玩一次游戏 你都可以有机会 积存了一些代币 那你没有货金 没有付过钱 我用那些代币去抽奖 机率不不实 那我可不可以用相反说明条例呢 我这个问题就是 我没有货金 我没有买过 我可以靠 玩自由器里面 即存的虚拟代币去抽奖 但是抽不到 或者是有机率不实 会是 OK 这是第一个提出的疑问 第二样东西 相反说明条例里面 其实反方说 我们不愿意去读那些相反 但是我也跟学生说 我自己给学生 有没有尝试整条例看过呢 那商品说明条里面 是有一条针对金气适用的条例 是一个商品的 但是今天整方没有提出 那是有一条是 就是我刚刚都尝试看回 就是有一条是针 适用于金气的特别条例 就是有一个针对某一个商品的 那如果我提出了这样东西 那反方有什么回应呢 就是我不知道反方有什么回应 就是我不知道反方有人有看过 那 那第三样东西就是 有些地方就是在于 反方同学都提出了 招股详情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 那我就想的是 那正方同学说 我们100间的香港的游戏 开发商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呢 会是 因为我听反方证 因为这份料我没有看过 但是我听反方证 上市的招股 是有一份要签出文件 那如果那间公司 不上市 不招股 那其实他有没有签出这份文件 那这个就是正正 可能是消费会那些游戏 那些游戏里面的那些 那四成里面的部分 当然我觉得的是 再想一想的是 刚才今天正方开局的时候 我只是针对香港游戏 那这些海外的游戏 可能正方都承认了 没有一个能力去规管 那如果是香港的玩家 玩一些可有的游戏 那大家都觉得是 不需要理他 还是大家觉得是 现在法理都做到 可以都规管他 那我觉得这些题目呢 这条辩题本身就是 可以很窄 但是可以讨论的时候 可以很阔很深入的 所以我提出问题就是 会不会大家在想的时候 就是尝试可能一会 可能大家都要开一些医会 那些地方可能是 在找料方面 或者是用资料方面 或者是在临场的表现 回应方面 可以再改试的地方 可以留待下次再进步呢 是的 那我建议就到这里 谢谢 多谢评判的评语 分数已经确认完毕 现在可以宣布赛果 首先宣布最佳辩论员掌控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为 反方第一负辩国偏偏同学 至于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为0 反方得票为3 换言之 胜出比赛的是 反方马利诺修道学校中学部 恭喜